杨阳盼盼快叫外公外婆 记得多带点东西啊 我们也好久没回我妈家了 你放心吧 这次一定不会少带的 因为盼盼捡了两块金子 家里的日子也算是好了不少 陈忠这次也准备了许多礼品 安排好了一切 刘月便带上杨阳和盼盼赶往婆家 盼盼外婆家特别好玩 你去热就知道了 此刻盼盼既兴奋又紧张 他不知道外公外婆会不会喜欢他 爸妈我们回来了 知道闺女这次会带外甥和外孙女回来 两位老人很早就在家门口等着了 哎呦你们可算是回来了 妈咱家有我和孩子睡的地方吗 有有有哪能没有 我这外孙们睡的地方呢 你和阿忠多回家看看怎么都行 杨阳盼盼快叫外公外婆 外公外婆好 外公外婆好 哎呦我这外孙们可真乖啊 这就是盼盼吧 外公外婆可想死你了 盼盼回来了就好 外公一回就给你做好吃的 快都先进屋吧 两位老人都微笑着看着盼盼 但他们并没有刻意地去盯着 盼盼脸上的红斑 妈我哥他们去哪里了 你大哥二哥都去田里了 你大嫂今天也回娘家了 妈这是给你二老带的一些吃的 阿忠生怕我给你们准备的少了 哎呀你们能来我就已经很开心了 家里这粽子和玉米都有的 你们家孩子多 应该多留一些给他们吃 妈我们家里也都留了 这些都是给您准备的 你和爸留着吃就好 在母亲印象中 闺女家日子过得都是紧紧巴巴的 看到夫妻二人拿了这么多东西来 老两口也是十分的心疼 咱们今天把肉都闷了吧 要是大嫂也回来了 正好两家人一起吃了 将食材拿到厨房后 刘悦本想帮着二嫂一起做饭 却被她推了出去 你去陪爸妈说会话吧 这里就不用你帮忙了 嫂子那就辛苦你了 挨压自家人不说两家话 快去陪陪爸妈吧 盼盼来到外婆这里 盼盼胆怯地站在妈妈身旁 刘悦连忙安抚道 盼盼乖 你看外公外婆见到你多开心啊 快去外婆那里吧 于是盼盼缓慢地走向了外婆 这孩子之前一定受了不少苦 瞧这小胳膊小腿瘦的 实在不行 就把盼盼放我这里养断时间 那可不行 盼盼会不习惯的 再说谁家把外孙女给外婆养啊 那你把我孙女养这么瘦 都不知道给孩子多吃点好的 行行行 我回去就天天给他吃大鱼大肉 下次一定让你见到白白胖胖的盼盼 听到外婆关心自己的话 盼盼也开始接纳外公外婆了 刘悦也将自家最近的好消息 都讲给了父母听 这时大哥和二哥的闺女也走了进来 菲菲小燕 这是你们的妹妹盼盼 你好盼盼 我是你菲菲姐 你好盼盼 我是小燕姐 两位姐姐好 盼盼很高兴见到两位你们 两位姐姐之前很反感乐乐 但见到懂事有礼貌的盼盼 却多了许多好感 盼盼让他们大人聊吧 咱们去我房间里玩 盼盼不用害怕的 两位姐姐早就想见你了 你们都是女孩子 快去一起玩吧 来到姐姐们的房间 他们也将自己的好东西 拿给盼盼玩 盼盼你喜欢这个吗 你戴上这个发夹一定很好看 盼盼你看姐姐这里还有布娃娃可以给你玩 俗话说 三个女人一台戏 小孩子也不例外 盼盼很快就和两位姐姐拉近了距离 端午节这一天 大嫂也从婆家回来了 知道盼盼回来了她 也带了许多礼物给她 大嫂够了够了 你给盼盼带这么多东西 她也吃不了呀 没事的 我作为舅妈第一次见到盼盼 多给她些礼物是应该的 中午吃饭时 刘家人也都聚齐了 而在今年这个特别的端午节里 他们喜悦的心情 因为盼盼的到来而喜上加喜 给盼盼多加一些猪脚吃 这里还有闷肉也都加给盼盼吃 大家你一言我一语的 话语间都是对盼盼的喜爱 盼盼也逐渐融入了这个大家庭 而美好的时光总是短暂的 端午过后 刘月他们也该回陈家了 闺女多住两天再走吧 你就别留孩子了 她那边也一大家子等着回去照顾呢 妈 这二十块钱你拿着用吧 你给我钱干什么 我们劳两口够花的不用给 见母亲执意不要 刘月只好临走前 又偷偷塞进了母亲兜里 刚才我偷偷的把二十块钱 又给他老人家塞进兜里了 我当时看到了 他老人家现在一定在埋怨你呢 看怕也看到妈妈 把钱塞进外婆兜里了 我当时还偷偷笑了呢 伴随着一路上的欢声笑语 四人也赶回了陈家 可脾气倔强的刘母 发现前后 第二天便决定独自来陈家找闺女 刘母来到陈家后 只有陈奶奶和杨阳在家 妈外婆来咱们家了 听到杨阳的话 刘月也是十分惊讶 她连忙往家赶去 妈你怎么来了呀 怎么我就不能来看看你吗 不是的 我不是刚从咱们家回来的吗 你都没在家多住几天 我想我的外孙们就来看看 怎么你还不欢迎我来呀 当然 欢迎亲家母来了 咱们俩也好长时间没见面了 你这次来就多住几天 阿月快去准备些饭菜 我要和亲家母好好聚聚 刘月也连忙到厨房内开始做饭 虽说母亲的到来令她很意外 但刘月内心还是很高兴的 妈你来厨房干什么呀 我就是来给你带点东西 说话间刘母又掏出那二十块钱给到刘月 我猜你就是为了这二十块钱来的 这钱您不用给我的 刘月连忙拉着母亲去自己房间 妈你看这里 哎呦 你们哪里来的这么多钱啊 要不是为了让您放心 我才不想给你看呢 之前和你说了你也不信 这么多钱是从哪来的呀 你就甭管怎么来的了 反正不是偷的抢的 这二十块钱您就收下吧 那你也不用给我这么多钱啊 你也看到了 我们现在有钱了 您就安心收着吧 等会我再带你去看看我们的新房子 大人们在屋内唠嗑 盼盼也跟着五哥在院内喂小兔子 盼盼野菜都被小兔子吃完了 咱们再去给他们摘些吧 于是盼盼就跟着五哥来到山里采野菜 二人走着走着 盼盼却驻足道 哥哥你看 这里有蚂蚁 哥哥你看这里有蚂蚁 谢谢观看